地沟油能让飞机飞上天 这不是天方夜谭 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飞行 走进科学将带您一起见证 地沟油如何华丽变身 揭秘地沟油让飞机遨游蓝天 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中航游油罐区 这里有几个大油罐里全是航空没油 这些可是飞机的主食 没有这些油脑保证 飞机根本无法飞行 每当天黑后变得格外安静的区域 今晚显得尤其忙碌 原来职业班的人们接到了一个重要通知 今天晚上生活发明到 大概几点早 四点五十分 今天像那么大的雨会不会晚到 你看现在这个是会正常吗 我这里管线压力和油罐罐门都正常 我们上一号罐区看看 今晚即将要到达的油品非常特殊 据说是地沟油炼制成功的航空煤油 具体什么样不清楚 但是数量不多 很快就要执行重要飞行任务 得到消息 油罐区的工作人员再次进入罐区巡检 查看阀门 确定管道压力正常 以确保油品安全 天空下起的雨 可是巡检的人们根本没有停下脚步 此时同样交集等待这批特殊油品的还有化验室的小唐和他的同事们 运送油罐车终于到了 小唐他们必须第一时间采集油样 让人惊讶的是 管道里流出的油品是水样透明的 这些是地沟油炼制的吗 地沟油在我们印象中不是又粘稠颜色又深吗 而且地沟油里有着肉眼看不见的有害物质 食用油在炸制过程中因为受高温的影响 然后我们在炸制过程中应该添加了一些 比如食用盐 食盐 一些调味品 这些东西的话里面多含有氯 那么这个是无机率 但是在炸制过程中因为高温的影响 所以它可能会跟油的干酵三指分子发生一些化验反应 而生成有机率 有机率是一种农药的成分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微量的有机率就能会对人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甚至也可能是致癌 其实了解油品成分的人更担心地沟油的去向 早在五六年前 这些研究石油炼化的人们 已经在着手看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情 他们希望把地沟油变质成航空煤油 各种飞行器上的内燃机能够使用的燃料 这是我们的石油炼制技术要创新的内容 当时许多人都怀疑这事能成吗 如今看来这事不仅能成 而且地沟油炼制的航油在外形上和普通航油一模一样 此刻小唐他们要检测地沟油炼制的航油 一系列指标是否合格 尽管这灌车里的油在出厂时已经做过各种检测 但是到了这里还得进行各种检测化验 因为作为航空油品需要非常严格的质量监控 来不得一点马虎 很难想象眼前这些透明像是一样的航油 是地沟油炼制出来的 这批油今天晚上必须加到海航的飞机里 明天一早执行我国第一个地沟油炼制航油的首次商业航班 可眼前的问题来了 通常油灌区都有管道通向停机坪 以便给飞机加油 可眼前地沟油炼制的航油数量并不多 没法走管道怎么办 是以管线加油车为主 灌飾加油车比较少 然后我们特意跟总部申请 特意调了一辆新的灌飾加油车来执行加油任务 飞机预计晚上22点45分抵达虹桥机场 这样晚班的加油员有充裕的时间给飞机加油 因为其他飞机的加油时间都在凌晨 可就在这时塔台传来消息 飞机暖点了 太太半晨烟误了 延误到什么时候 延误到23点45分 收到收到 飞机坐下来900个小 您在西区404 要下往客制后 把货卸掉才往东西脱 这样的话 至少要1点半要2点钟才能到我们这边 对 那这样吧 让我们家站的其他同志早点休息 然后我们保证航班在这里给同志 你们先在这个直播室稍微密服 好的 海航通知 好的 跟那个同学说一下 基本幸福 好的 我们一定要顺利保证这次航空生物燃料的商业非常顺利完成 好的 好的 安全之一 好 今晚能顺利给明天的航班 加上着特殊的航游吗 地沟游能让飞机上天 这不是天方夜谭 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飞行 请继续收看 走进科学 揭秘用地沟游开飞机 就在大火准备熬夜等着的时候 夜里十二点 调度方面突然传来好消息 飞机直接停靠到预定的加油位置 这样就能减少等待时间近两个小时 大家能有时间做好加油工作 航空管理极其严格 加油前还必须留存油品的样本 并仔细填写油样的各种信息 小唐他们抓紧时间完成油样工作 我们今天晚上一共留了四期 我们从油车底部去油样 作为油样用 中央油箱还有左右翼的油箱 分别留了两个 原来剩余的这些燃料 我们也给它保留一份油样 封存 大家忙活一晚上 此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终于开始给飞机加油 因为我们主要是四折质量检测的部门 我们经过检验 这次生物航运的指标 都完全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是合格的 加油人员和海航方面沟通确认加油的敦数 加油比大家预想的要顺利 接下来在天亮前还得进行飞机的试车环节 为了明天的航班能准点起飞 这一夜停机坪上许多人都忙了一夜 可大伙都觉得为了明天的首航怎么都值 还很少几家拥有这个技术 好多单位都是 好多家链厂跟航公司 做的都是一个验证的飞行 真正商业飞行的话还是比较少 这在我们国家也是第一次 对于明天一早的首次商业航班飞行 许多人都充满期待 研究地沟油如何变航油的科研人员 炼化一线的生产者 联系商业飞行事宜的人们都特别在乎这个事 这一夜许多人都没休息 大家都在期待明天地沟油 华丽变身后的表现 一大早在虹桥机场的候机大厅里 海航HU7604航班信息 已经出现在登机屏幕上 和其他航班一样 人们正常完成安检登机手续 但是和其他航班不同的是 每位乘客的登机牌上 都有一张特别的贴纸 机组是已经通知他们 说今天我们要采用的是 生活航班 你愿意不愿意 所有的乘客都愿意 我们已经都已经通过电话 或者短信的形式给领客做了通知 也有很多领客冒命而坐这架飞机而来 此时停机屏上 生物燃料的加油车也即将完成加油工作 一晚上没有合眼的人们 这会儿还在忙活 加完油还必须确认 各个工作部件在各自位置 这也是航空安全的地面要求 大伙期待的航行即将开始 现在是3月21号 生物燃料的首航 已经加满了油 一会儿海航的这辆飞机 要从上海飞往北京 我们马上就上这个飞机 一起去看看这趟飞行 这趟空中飞行 与以往的航班会有不同吗 经过允许 我们在机舱里架设了小摄像头 为了记录这次特殊的飞行 飞机准点顺利起飞 上海的天气不是很好 空中云亮大 但飞行很平稳 欢迎您搭上海南航空的班机 今天您搭上的是HU760 四次航班 是中国首个生物航游商业载客飞行航班 由中国史化 自主研发的生物航游 可让海航的摩印737客机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50%至80% 此次生物航游商业飞行 标志着中国航空也 在节能减排领域中进入新的阶段 今天和游戏能与您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这架飞机是7800机型 那么今天的航班是由我们的副总裁 副总亲自来推这架航班 然后我们的乘客人数是148人 然后我们飞机的总容量是12吨 今天的航班几乎是满人的状态 不少乘客由于早起赶飞机很疲惫 在飞机起飞时已经睡着了 飞机一直在平稳飞行 今天执行飞行任务的机长 是海南航空的资深机长蒲铭 他有教人的安全飞行时间记录 然而这次飞行 他和团队还是做足了准备工作 此时机舱里人们好像并不担心 今天飞行提供动力的油 是地沟油链制的 当然这次飞是载客飞行是第一次 之前有过不载客的飞行 以前国航和东航都做过这方面 但是没有载客 都是属于验证飞行 这次飞行加速的生物燃料 主要就是地沟油链制的 您肯定好奇 那些植物油经过多次煎炸 颜色已经是深色了 可是行煤都是无色透明 像水一样的 石油化工科学院的专家们 使用了什么魔法 地沟油的话 它主要的成分 对我们有用的的话 是我们称之为叫甘油三纸类的 这样的一些化合物 但是这些化合物的话 第一个它含有大量的氧元素 这个氧元素是我们不需要的 另外它的化学结构当中的话 也跟我们所使用的航空燃料当中的 化学结构的话 也是不匹配的 所以我们在炼制过程当中 除了第一步的话 我们也把我们不需要的这些部分 我们称之为叫杂质 全部要想办法把它脱出掉 然而这第一步工作就遇到问题 原来在脱出地沟油中的杂质时 地沟油里的大量氧元素 和去除杂质的氢元素 产生了大量的水 这些水把普通催化剂泡失效了 在油品的炼制过程中 催化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炼制的各种反应 都是在催化剂的帮助下完成的 这些水把氢元素 对西把氢元素 但是你对别的的话 探云废油里面主要的杂质 就是氯化氯 就是食盐 就主要的处理工作 就把这个氯化氯去掉 否则到氯化氯 对后面的催化剂 这个产生一个中毒 产生一个这个作用 就是毒性作用比较强 可能会是催化剂中毒 无论是水还是食盐 都让炼制地沟油的催化剂 短期内就会失效 炼制没法进行了 龙军琢磨着地沟油没法改变 唯一能改变的就只能是催化剂 于是在多次反复的实验后 他们找到了既不怕水 还能工作的催化剂 此时航程已经过半 突然飞机遭遇气流 有些颠簸 今天的航行 能顺利到达北京吗 飞机很快恢复平稳飞行 这样的气流情况 对于机长扑民来说 根本不算问题 就是到了前来 因为高度下降高度了 所以少有点点 104后来下到了8400以下 此时飞机闲窗外 天气晴朗 能见度非常好 然而飞机上 有人在关注这次飞行 大家想知道 这地沟油生产的航油 和以往用的矿物质生产的航油 性能一样吗 这些航煤呢 它这个就是工艺 比传统的航煤加薪更加复杂 成本可能要搬上两三倍以上 因为它这个餐饮这个费油 它这个油分的一个组分 相当复杂 它这里面脱水 因为它还有乳化 然后经过精致以后 加薪以后 经过这个处理 然后也能达到 就是我们航煤所需要的 这种产品的机器 出臭 安定性 主要是我们能满足 经过化验检测以后 能满足我们的安定性的要求 然后整个适应发动机的要求 热值啊 流程啊 通过所有的数据监控 应该是没有问题 飞机的航油一定要适合 飞机发动机的要求 在飞机的机翼下 是极其复杂的管线 这里的每一个零件 都关系到飞行安全 同样对航油也有安全要求 从油箱啊 通过通过通过泵啊 到喷嘴 然后进入到这个这个燃烧室啊 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要流动的 在那么高 在那么低的温度下来的话 如果是形成了 它的向向态发生了转变啊 由液体液态变成了固态 那这样了的话呢 它的流动性能就会变差 这个时候在这个 是不允许 不允许出现这个 这个这样的问题的 所以呢 它的低温性能要要保证 在高空中温度低 航油的冰点一定要低才行 否则冻在管道里不能燃烧 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地沟油在常温下 都有凝固的部分 这个难题怎么破解 常温下这个凝固的东西 是因为它的分子量非常大 它的碳数啊 大概在55到60之间 这么一个大分子的东西 所以它在常温下 它是凝固的啊 那么流动性非常差 那我们采用力 什么方法呢 就是对这个直链 直链听的分子呢 进行一个异构化处理 对吧 让它在这个质量上面 生成一些质量啊 那么生成质量以后的话 它的冰点就会大大的降低啊 由原来的说的那个零度以上 能够降低到零下40度以下啊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使航煤在高空中 能够满足它的燃料的一些性能 改变分子内部的结构组成 达到减低地沟油的粘稠度 进而降低它的冰点 在试验中能看到 地沟油炼化的航油 零下61度才开始有结晶反应 这已经远远低于 普通航油对冰点的要求 完全能满足高空飞行 所有我们的指标都是检测合格的 另外从我们生产厂来看呢 这个也制定了非常详细的 这个质量保证的这个体系 来保证这个质量能够合格 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 这个是问题不大 没有风险 真的有风险 我们也不敢做三页飞行 经过不到两个小时的飞行 海航HU7604航班 已经安全抵达北京 这次飞行也让飞机上的乘客 关注地沟油的新用途 今天很荣幸在这么一个飞机上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那我们希望将来不再有地沟油 来毁坏我们的身体健康 把它更好地用在航空上 然后让它更生态 飞机安全降落北京 停机坪上已经有很多媒体在等待 更多人想知道地沟油炼化的航油效果如何 而在机长扑名看来 这一趟用一个字形容就行了 好 很好 很好 没感觉有什么异样 和正常的飞行是完全一样 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 从上海到北京这趟航班 刚刚机长说了 非常正常 一切顺利 鲜花献给了全体机组人员 研究和炼化生产基地的人们 得知航班顺利抵达后 更多的是欣慰 他们几年的努力和加班熬夜的时光 终于见证了我国首次用地沟油开飞机的过程 我们在国内是第一家 在全世界我们国家是第四个国家能拥有这个技术 您计算过自己一日三餐炒菜要用多少油吗 大家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煎炒烹炸 餐馆里油炸菜品点菜率很高 一个餐馆每天都要用掉不少食用油 而在一个中型食堂里 这一桶桶食用油是一周的用量 700到800个人吃饭 油的话大概要用100到150斤油 一天啊 中午一餐 一个月左右的话以半冲油 就半冲大概50斤油 在厨房的角落里都有收集餐厨废油的油桶 目前已经有专门收集处理这些餐厨废油的地方 餐饮废油每年有很多的很大一个量 那么这个餐饮废油最后到哪里去了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 如果给这些餐饮废油找到一个合理的去处 找到一个高涨的一个出口 那么我想这是我们全社会都希望的一件事情 从上海飞北京的航行成功 让更多人看到地沟油也能开飞机 也让我们看到地沟油大规模应用的好前景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飞机 它即将踏上一段五天五夜的艰苦航程 不消耗任何的矿物燃料 是什么支撑着它飞越太平洋 走进科学即将播出